前面煮你一條好了 開始了 所以今天主播是阿仁嗎 好 來 那個Corolla Cross的各位車友們 大家下午晚 經理之前應該也有在這個社團上面開過直播 跟各位來做過分享 在Corolla Cross簡稱CC 在CC的社團裡面 當然我們要介紹的是CC 那這台車的車主比較特別 這台車主經理沒有詢問說 這台車是什麼年份 因為這台車是去年上市 有可能是去年 有可能是今年 其實你光看這個碟盤 我們把鏡頭拉近看一下這個碟盤 這個碟盤的那個CAMBA的痕跡 就是磨合的痕跡都還在 所以代表這台車是新車 那這台車其實開不到幾千公里 車主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 車身的高度太高 那既然是休旅車 它的重心比較高 因為車身比較高 重心比較高 所以當然就會比較晃一點點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台車的避震器的阻尼 你看 坐得特別特別的舒適 所以我們在一般的市區應該還好 可是在山路上 在高速公路變換車道上 它會晃得特別的嚴重 就好像是很早很早 以前的美系車一樣 就特別特別的搖晃 那這台車其實也不是設計的不良 這台車已經是最新款的TNG2的底盤 但是因為要迎合台灣的道路品質狀況 所以Toyota有把它的阻尼紙 把它設定的比較舒適一點點 變成有很多的 本來我是開轎車的 那我今天換得細細了 就覺得太晃 那後座尤其後座的乘客 應該經理講出來 應該很多車友會有共鳴 就是後座的乘客 很多人都反映這台車 坐得會暈車 因為很慌 所以當改了避震器之後 這樣的狀況就會改善得非常多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它原廠避震器好了 它原廠的避震器前面是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一台TNG的底盤 它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它的上面還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 它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壞 那這個阻尼 它非常的輕柔 它非常的柔軟 所以它後座的一個搖晃感 就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當然也不全然是避震器的問題 輪胎有可能 像這一條輪胎 它這一個版本 配置的是17吋 215-60-17 215-60-17 這一個的扁平比 它扁平比比較厚 所以扁平比厚 它也比較容易會晃 那改了避震器之後 這個狀況的話 如果還不太夠的話 再來朝輪胎或鋁圈的方面 再來做強化 但一般改了避震器之後 像這個那麼軟 就改善得非常多了 但KT的話上面是沿用原廠 可是後方的話 KT為了方便CC的車廚 自行做調整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成這樣子 KT的是正叉 但是做導裝的形式 從下方這裡 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再來看到這一條彈簧 這條彈簧的長度非常的長 它把它的公斤數設計的比較低 但是做一個高預載 就是這個 我們裝載在車上的時候 它會壓縮的行程 壓縮的比較多 所以像這樣兩者的搭配 這個行程 它作動的行程也非常長 大概二十幾公分 這個彈簧的長度也比較長 所以它的搖晃上下擺動的幅度 就會稍微大一點點 後方的話 KT的話配了兩個版本 有4公斤的是250長 那一般的話是配230長 3.8公斤 可是這台車的後拖1B系統 有一個狀況 如果後方的話 配的是磁捲式的彈簧 那可能會比較偏向禁忌類的 如果要比較舒適的話 可能需要像原廠這樣子 比較大圈禁 外禁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KT的兩條彈簧 都不是配磁捲式的彈簧 都是配一個大圈禁的彈簧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畢竟這個車也不像是86 或是S2000 就是一個方卡的設定 這個車它的本質 還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在改裝之後的 還是要兼顧到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KT的話 很多的CC車友都很捧場 捧場到我們好像只有 庫存剩下一兩套而已 還要大概再等三個禮拜左右 才有辦法繼續供貨 這個是前方的避震器部分 前方就比較簡單 這個是一般的賣花城的設計 上座三顆螺絲 或者是這個上座 KT有護上座 前方的話 這一顆1.8升領域 KT的配置就是配置 200長7公斤 而且不是配紙捲彈簧 KT為了這台車 還專門打了一條燈籠狀 燈籠狀的彈簧 讓它的乘坐感覺 會更舒適一些 那這裡有一些細節 這個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那這邊還有一個 ABS感應線的扣具 這些所有的細節 大家請記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看一下KT的設計 全部都跟原廠一樣 不需要再綁束線帶 全部都是給CC所專用的一些設定 好 來這個後面的部分 上座的部分很大一顆 這個上座是沿用原廠的設計 這個的擺臂位置 也比較特別一點 一般來說 拖一臂的系統 後方的避震器 是設計在這個位置 那它讓它的一個 回饋力道的話 會比較直接 所以它擺臂 刻意做一個斜度的夾角 這個上座的部分做沿用 那正差倒裝 意思就是說 這個阻尼的調整機構 在這裡 KT的話 30段的軟硬可調 那今天的車高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後方的話 有很多車友 心裡面想的 可能是這個避震器的長短 調長調短 來改變車高 其實是不對的 後方的車高的改變 是在彈簧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 如果啦 今天你把這個調整機構 拉長的話 它加上彈簧的長度 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這台車後方的話 大概是5到6指幅 今天呢 希望把它降到30指幅左右 KT安裝的這台數據 非常的齊全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 Hilo Key 這個調整機構 調到30指幅的高度 就直上了 待會降下來 就是30指幅 非常的精準 也有很多一大疊的 安裝的數據 那這台車 如果要論到 安裝技巧的話 就只有一個而已 非常簡單 因為這台車 不像一般歐系車 要拆裝的 非常繁瑣 這台車只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我們後方 這條彈簧 它預載值 不像原廠要壓縮那麼多 這台的後彈簧的預載值 只要壓縮3到5mm 給你一點點就夠了 所以如果這台車 安裝上有失誤的話 我怎麼做其他車友的車 改KT的很好做 可是我自己的調整起來 不是很OK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或者是說 你一樣是安裝其他品牌 但是後座的調整起來 就不是很OK的話 建議車友了解一下 後方彈簧的預載 是不是預載過頭了 那如果後方彈簧設計成直卷彈簧 那不用看 那直卷彈簧的話 在這台車上的話 舒適度的話 應該是營造不太出來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在這裡 警理剛剛有看到 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是離載串 離載串的固定點 原廠的在這個地方 KT就是在設計在這個地方 所以離載串的部分 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扣點 這兩個扣點 全部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上部的這條彈簧 就是200長7公斤 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 線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上下擺動的幅度 會比直卷式的彈簧 還要多出35% 所以這個多出來的35% 它就會比較舒適 所以它的側傾抑制能力 也不會因為 做了燈籠狀的彈簧 變得不好 它的側傾幅度 一樣能夠維持得很好 因為公斤數是7公斤 7公斤指的一個意思 就是我們現在要1mm 它需要7公斤的力道 所以這個7公斤的彈簧 也是因為它車頭的車重 我們做了一個配置 前方的話要拆裝的時候 會比較繁瑣一點點 CC的話它的座倉都是往前挪的 所以如果要拆到避震器的話 這個雨刷連桿 雨刷壁還有這個飾板 需要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個飾板裡面的三顆螺絲 前面麥花城還有一個安裝小小的技巧 這個比較一般師傅大概都懂了 就是這個齒輪狀的拖盤 這裡的話是在調整車高用的 這裡的局部啊 KT在出廠的時候都已經設定好 這裡預載希望不要去動它 最主要是要調整這個 下座上方的這個銀色的拖盤 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拖盤 調整車高完畢之後 記得把它敲緊 這個材質是6061鍛造 不怕敲 可以大力把它敲緊 如果沒有敲緊的話 可能開的時候不會有音 但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如果鬆脫就有咕咕的聲音 那就會造成車主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把它敲緊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台車的車友有想要試乘 因為經理講了很多 但是畢竟這個老王賣瓜嘛 所以如果車友有想要了解產品 想要來試乘的話 或者是經理剛剛沒有介紹到的地方 都可以私訊一下 私訊一下我們小編 有想要試乘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的話 從北中南或者是花蓮 宜蘭台東 都分別有安裝的據點 可以為大家來做服務 所以如果想要試乘有任何問題 記得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